蔡總統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主動的拋出了 要跟日本進行安保對話 要一起共享 跟大陸相關的資訊等等 這個議題拋出來之後 當然有後續的追蹤報導 大家會問說 那到底日本有意思嗎 於是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就做了一個報導說 日本的外務省國際報導科 外務省有一個國際報導科 這樣的單位 表示說不考慮 跟台灣進行安保對話 那就直接的打臉了 蔡總統在接受產經新聞 專訪當中所拋出的議題 那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報導 現在網路上有一個風向在洗說 環球時報的報導是假新聞 因為日本的外務省 沒有直接說不考慮 那倒是外務省的國際報導科 那國際報導科 到底能不能夠代表外務省呢 那外交部針對這一個 事情的答覆是說 他們已經收到了日方的訊息 那是外交部 表示說日本的確有針對這件事情 有所回覆 但是具體的細節不能夠對外說明 未來會持續與日方 深入的溝通與對話 如果得到的是正面的回應 應該就不需要 不能對外說明 要持續的溝通與深入對話 如果外交部得到的訊息 還需要深入溝通與對話的話 那代表說環球時報的這個報導 不考慮的性度可能很高 另外中研院的近代史副研究員 就跳出來說他有一個外務省的友人 他跟這個外務省的友人 吃飯的時候 這個針對環球時報報導說 外務省說不考慮這件事情 他說這個翻譯錯了 他不是不考慮 他是沒有在考慮 那沒有在考慮跟不考慮 這中間的差別是什麼 那是不是就是不考慮 那因為這樣子是沒有在考慮 不是不考慮 所以環球時報這是假新聞 這說的過去嗎 然後我們的駐日代表總是跟日方有管道了 外交部都已經得到了一些訊息 駐日代表卻沒有任何的訊息 他說有些媒體引用出處不明的說詞 不具名叫做捕風捉影 他只針對環球時報說 這個是假新聞捕風捉影 但是到底你身為駐日代表 你跟日本官方有沒有管道得知 現在到底是不考慮 還是沒有在考慮 還是已經在考慮 到底是哪一種 然後他就補充了 他說日本當然有需要跟台灣合作 但是擔心會不會洩密 台灣常有將軍去大陸 有洩密的嫌疑 又把話題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好像也跟外交部的意思是一樣 對方好像是拒絕我們了 但是拒絕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常常有 將軍到大陸去所以拒絕 並不是因為蔡總統的提議不可行 這整件事情現在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羅生門 江委員 我想以民進黨還有以總統府 還有以我們的謝大使 據德里不勞人的態度 我想只要他掌握說日方真的在考慮 敲鑼打鼓了 那不得了 不會讓你活著在這邊談的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這個消息出來就是剛好上禮拜 我們外交委員會 沒有 這禮拜 3月4號 外交委員會 我們剛好排質詢的時候 是外交部的業務報告 我針對這件事情 質詢吳釗燮部長 因為我也不清楚 我說那時候日方還沒有發出這個 不是 應該說那個媒體報導 還沒有出來 我早上質詢我問吳部長 我說針對我們提對日安保 對話這件事情 日方的態度是怎麼樣 他是說還沒有回應 還沒有回答 我只要問他說 這樣子的事情比較適合 只能做不能講 我們如果講出來 會不會適得其反 我擔心你們被打臉 我擔心我們台灣被打臉 總統的高度 接受日本這個媒體的採訪 如果日方萬一覺得說怕得罪誰 或怕這樣子不好 怕誤會直接出來打臉我們 那我們不是得不償失嗎 結果我還問他說 你有沒有私下溝通好 我是從一個外交專業的角度 來問他 結果吳部長信心滿滿的講 江委員你放心 沒問題 沒問題 不會有問題 他說這不會沒有問題 他意思是說不會適得其反 對不對 不會被打臉 沒有問題 結果我質詢完當天下午 新聞出來 說不考慮 說不考慮 所以我馬上發一個臉書 我說 我希望這不是真的 我希望我看到的這個新聞 不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也會擔心是不是假新聞 以他們一直常常會質疑的態度 他們搞不好出來講 這是假新聞 所以我說我希望這不是真的 而且我希望 你明天馬上出來說明清楚 外交部馬上出來 針對這個事情說明清楚 到底蔡總統提了這樣子的提案 呼籲 日方有沒有真的在考慮 正式在考慮 或者很慎重在考慮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報導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出來講 就大方的講清楚就好 有沒有就講清楚就好 可是我們目前看到 資助都說 你們引用的都是假 那個訊息不對 什麼叫做不考慮 沒在考慮 無考慮跟無考慮 無考慮跟無考慮 有差別 一個是 有差別 完成式 一個是進行式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讓人家感覺就是硬拗 你外交部講清楚 你收到了日方訊息是什麼 收到了日方什麼樣的訊息 如果日方 有具體的回應 那是什麼 你就跟我們講 對不對 我覺得日方如果敢給你 外交部回應 那表示 他們是有準備好的 我準備好什麼樣的回應給台灣 我們身為一個國人 知道這樣的事情 很正常 而且記者 媒體去做這方面的採訪 也很正常 記者跟媒體 進了查證的義務 去查這些訊息 我不曉得外交部你出來講這個意思 到底你是要表達什麼 是要表達說 真的日方的回應不如我們所預期 我現在有講沒有問題 那到底怎麼交代 我覺得這個事情 謝堂廷要發揮他 我們外派他到日本 擔任駐日代表 他的政治的一個作用 因為謝堂廷一直強調 他跟日本的關係有多好又多好 我覺得他這次一定要發揮作用 我們外交部也要努力的發揮作用 因為我們台灣已經 我們現在在做媒體的 其實我們已經是壓力很大 為什麼 因為當蔡英文接收這個專訪 出來的時候 環球時報 大陸的環球時報 那麼就把這個新聞就報導了 說日方的反應是不予考慮 不考慮 三個字 不是不予考慮 是不考慮 這三個字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們要再度查證 我們並不是向環球時報查證 我們是向日本查證 所以我們中國時報的 駐日的特派員黃金青 就馬上就到了他們的外務省 也就是到了他們的外務省的 國際報導室去查證 大家都是去這個單位查證 對 就是去查證 查證說這個環球時報的這個新聞 是真的 還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 那麼要確認這個新聞 他們的回答是說 那個內容是真的 是確實的 那麼也就是說 他們確實是這樣子一個答覆 而且這也是他們的立場 不過他們要求說不要點名 也就是也希望我們這邊 不要把他們的 跟我們的對口的名字講出來 那麼確實是有這樣講 而且他們有傳達的幾個訊息 就是說目前安倍晉三 他們一直要努力改善 跟大陸的關係 而且要提升到另外一個台階 也就是不是一般的關係 要再往上提升一個台階 那也就是因為他們現在是40週年的 一個紀念 40週年的建交 然後再往上提一個台階的時候 他們希望習近平去這個集團 提了以後 還能夠再正式的到日本 去進行國事訪問 所以他們正在努力 在這樣做的時候 你蔡英文在這個時候 丟出這樣的一個 讓日本人覺得你這個在 這個燙手三義 麻煩製造者 對 你在給我製造麻煩 所以他們的答覆是確實證實了 環球時報的這個新聞為真 我們也就登出來這個新聞 聯合報也登出來這個新聞 好 現在謝長廷說 這是捕風捉影 綠營的一個媒體 找了一個網友說 這個是假消息 網友他怎麼去查證 而且這網友到底是 是你自己本身編出來的網友 還是真正的網友 還是那個網友有內幕的消息 又找了一個研究員 然後這個研究員 到底有跟外務省直接的確認 他說有個朋友 又是吃飯 還是問一問 到目前為止 我們強烈的要求一件事 就是謝長廷應該去要求 這個日本的外務省 要正式回應 國際報導是正式回應說 這個環球時報所報導的 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覺得這個你謝長廷要做到 你外交不要做到 不要這含無其詞 就是確實的說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今天日本的國際報導是說 環球時報登的是錯誤的 我們沒有這麼說 那你謝長廷你大公一見 但是如果他們的國際事務報導處說 我們就是有這麼說 這個確實是真的 環球時報真的沒有錯 那你謝長廷指控別人捕風捉影 那你自己要不要負一點政治責任 你是不是又想要在我們 我們這邊又要給我們製造什麼 我們在製造假新聞 你是不是又在開始 在製造假新聞 然後再聯合 再聯絡加拿大的什麼 Call Me什麼東西的 然後Michael 然後再去找他 然後再來說 我們在台灣都在製造假新聞 我就覺得 誰到底在製造假新聞 蔡英文為什麼會在2月28號 講跟吳釗燮一模一樣的話 吳釗燮在去年的時候 那麼已經找日本的媒體 就講得一模一樣的話 講得一模一樣的話以後 日本沒有任何反應 蔡英文本來也判斷 日本可能也不會有反應 只要不要有反應 結果大家就有想像空間了 沒有 大家有想像空間了 就是說 我已經公開了對產經新聞 我對於產經新聞 右翼的產經新聞 我講了說 台日應該要建立一個 台日安保對話 產經新聞也配合這個演出 在他們的社論裡面 呼籲說日本要跟台灣 要建立安保對話 產經新聞的社論也就這樣寫 他說要接受蔡英文做的球 對 可是人家不接 對 如果日本的外務省 都保持接默 就跟吳釗燮的情況一樣 都保持安靜 大家的想像空間就很大了 蔡英文的揮灑的空間就出來了 結果人家外務省的國際事務室 而且還找一個這麼小的一個官 就直接告訴你蔡英文說不考慮 而且環球時報把他登出來 我們這邊去查證 確實的我們也登出來 這樣的情形下 就是嚴重的把你蔡英文打臉 因為還不用上升到 日本的外務省的發言人 也不用上升到他們的外相 也不用上升到他們的官方長官 就找一個最小的官 就直接給你打臉的時候 你蔡英文的臉被打成這個樣子 你謝唐廷不會表達嚴重的抗議 或是不會表達說我要澄清這件事 而你還要去指控說 這是一個捕風捉影的假新聞嗎 我覺得有這樣子玩政治的嗎 我覺得民進黨蔡英文 在這件事情要負責任吧 會不會 避免